的战火持续延烧 引发国际担忧 战线可能会连环爆 让整个中东陷入风火 如果任何国人或任何国人 想要拆弃这个关系 我们的指示是不要 美国预期情势可能升高 警告各方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会毫不犹豫 采取适当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 如果美方人员成为攻击目标 华府已经准备好要回应 以色列除了国防部长再度强调 就算要花好几个月 也不惜一切要歼灭哈马斯 总理纳坦雅胡也对哈马斯盟友 黎巴嫩真主党放话 面对当前局势 英国海军退役将领维斯特 对媒体表示 恐怕会上演六阶段剧本 最终包括黎巴嫩 叙利亚 俄罗斯 伊朗 还有英美 沙奥地 阿拉伯等 至少七个国家 会直接卷进战火中 伊朗外交部长警告 要以色列和美国收手 还指控美国政府军援以色列 就说明了 以哈冲突 是以色列代表美国发动的 代理人之战 纳坦雅胡也不甘示弱回应 针对哈马斯的行动 是为自己的性命和家园 所做的生死之战 不过事实上 伊朗对于实质介入加萨 有很多考量 射手旁观会削弱 透过支持哈马斯 真主党等武装代理团体 所建立的领导地位 但如果真的参战 自身损失会非常惨重 恐怕会拖垮内部经济 动摇神圈统治 因此战事是否真的会升级扩大 仍有待观察 进行我